朋友们大家好 上星期的11月24号和25号 在大洋洲的所罗门群党 发生了两天的大规模的冲击当地华部的事件 那么当地人啊 他们抗议在首都的国民议会 他们焚烧了一个警局 和在华部的很多建筑 他们抗议所罗门当局和中共日益热络的关系 当天啊 有2000到3000人上街 已有36人被捕 那么抗议者呢 他们要求总理索加瓦雷下台 那么索加瓦雷他自己表示啊 抗议示威的主要因素 是他在2019年与台湾断交 并且与中国建交 他说啊 这是造成暴乱的唯一因素 那么反对派他们怎么说呢 他们抨击这个总理 从中国手上获得了资金 并且用这些钱控制了国会议员 国家民主已经瘫痪 他们抨击说 中国介入他们国家的国内证实 这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对这个地方的比较熟悉的华人啊 他们说外来的华人人口啊 在十年内已经翻倍了 这些华人控制了当地的经济 当地的老百姓没有感受到和中国建交的任何好处 反而是感到了中共对当地人掠夺生存资源和经济机会 因此啊 才衍生出这个排华事件 我呢看到这个消息 我就发推说 这就是一带一路的结果 一带一路 肥了中共的权贵官员 肥了当地的贪官物力 倒霉的永远是走在前面的中国劳工和中国商人 凡是一个政治文明比较先进的国家 参与一个政治文明比较落后的国家的建设和投资 那么这个先进国家呢 他会给对方带去文明和进步 相反 如果一个政治野蛮的国家参与一个政治了 有了初步文明雏形的国家的建设和投资 那么这个野蛮的国家必定给对方带去黑金政治 带去腐败文化 带去资源的掠夺 华人在所罗门群岛存在已经很久了 为什么以前没有发生这种排华事件呢 而现在突然爆发了这种排华事件呢 我认为还是因为中共的流毒激怒了当地的反华民众 所罗门群岛作为一个岛国 它的经济基本是靠外援 它的自然的这种生态平衡是非常脆弱的 但是中共的介入就是破坏了当地的经济结构 和生态自然资源的平衡 台湾给所罗门的投资就是给钱 但不介入 但是中共给所罗门的就是深度的介入对方的政治经济 比如中共的商人在所罗门大次的砍发当地的森林 把原木运回中国 成为制作贵重家具的原材料 但是我们知道这一个岛的生态自然资源 是非常脆弱的 你把人家的那么几棵树砍了 很快当地的这个生态资源就被彻底的破坏了 而且你出口的是原木 不是深度加工的家具 那么这些原木的出口只给当地的劳工非常有限的就业机会 也是非常短暂的 这些机会它不具备可持久性的发展 而中共给当地的政治文明带去的是更多的破坏 中共收买当地的民意代表 让他们继续支持那些当地老百姓反对的政策 这就是使得国家民主陷入了瘫痪 国家机器无法反映国家的民意 为民意服务 所以才会有所罗门抗疫事件的爆发 以后像这种事情会越来越多 而倒霉的永远是走在最前面的普通的中国人 那么这次所罗门排华事件有一张照片是引起了国际的注意 我在外国退友那边看到的 就是在一片废墟当中 只有一座大楼完好无损 这座大楼高高飘扬着台湾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华民国国旗 那么看到这张图 四个人都明白了 所在所罗门发生的不是排华事件 而是排贡事件 当地老百姓他们不是仇恨黄皮肤黑头发说中文的人 而是仇恨那些掠夺他们资源的中共的排头兵 这个事件给我们这些在海外的全球华人带来一个深刻的教训 在全球还深陷在中共瘟疫带来的困境当中的时候 我们更要反共而且要公开的反共 要在当地的人民当中宣传反共的必要性 只有我们把自己和中共分开了 只有我们自己全身心的去拥抱普世价值 去拥抱自由民主 当地的文化才能够拥抱我们 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排去中共给我们体内留下的狼奶和遗毒 而全身心的融入我们向往的文明社会 我们海外华人如果继续和中共勾结 帮中共洗地宣传 那么我们海外华人就会被当地的主流文化看成是中共的人 是中共的排头兵 是中共的肉喇叭 那么下一次排华 首当其冲的就是那些高悬着五星红旗的那些商家 店铺公司和组织 就是那些和中领馆勾结的侨团组织 到时候你就是中共的炮灰 而且你倒霉你活该 全世界并不是每个地方都有文明之师 如澳大利亚警察这样的队伍来拯救你于水火之中的 好 今天呢 我就和大家聊到这里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请您点赞评论转发 没有订阅的朋友 请您订阅并且点击小铃铛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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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